各位朋友2023中国的大运之年 早在好几年前我就预言 2023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窗口 不仅是对收复台湾来讲 现在看来还有一个更好的机会窗口 摆在面前天欲不取反受其害 前两天的时候我跟大伙说了 缅甸有一个出海口可以帮中国大通太平洋和印度洋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详细说说这个事 缅北的局势 缅北的局势大家都知道了吧 缅北的同盟军势如破竹 现在已经把老街给包围了 但是白锁城跟缅甸的剩余的军政府 带着一万多人在那富于顽抗 而这个时候滚动大桥不管是新老桥也好 都被同盟军给切断了 缅军增援的路线就比较困难了 这个时候这些缅北的四大家族死走逃亡 你看明学昌刚刚我做节目给大伙说了 一家子灭门了 这个刘魏两家 这个看来现在有条件投降 老白家不接受投降 是吧 可是呢 这个时候就看缅甸军政府的态度了 缅甸军政府现在是什么态度 我跟大家来说一句 我不知道大家同意吗 缅北的同盟军和缅甸的军政府 只能剩一个 你以为缅甸的军政府就能接受缅北同盟军 然后把缅军赶出国赶的这个结果吗 我觉得缅甸的军政府里没有这样智慧的人 现在的局势就是同盟军和缅北军政府谁智慧谁活 如果是军政府里有一个聪明人的话 马上跟中国谈咱一体化经济一体化 然后港口完全开放给中国用 缅甸军政府存活 是吧 但是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 我感觉就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缅甸的官方出面说话聊 随着同盟军的节节胜利啊 缅甸的代总统叫做敏锐 代总统敏锐 他出来说话了 那个他说啥了呢 他说呀 这个必须啊 政府对边境进行有效的控制 国家啊 如果不对缅北进行有效控制的话 必将重回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 关键是他说了什么话 他号召这个缅甸人民支持政府军对缅甸同盟军的围剿 缅军要积全国之力也围剿同盟军 你说这个事情能善了吗 朋友们即便是达成暂时的停火协议 你觉得同盟军和缅甸的军政府能够共存吗 我个人认为最后只能剩一个最好的时间窗口啊 您说是不是啊 好吧咱们再说回这个缅甸的港口啊 港口这个事 实际上呢 这个交漂港啊 现在呢就跟中国谈的可以用于天然气和石油运输 是吧 但是呢 缅甸的战乱不断 所以呢 这个港口的利用率经常被这个战乱呢 给打断 基本上废了 没啥用 这个港口啊 位于缅甸的这个南部 是兰里岛和大陆呢 构成的一个南北向的狭长海湾 在孟加拉湾的东北部 缅甸的若开邦 这个兰里岛的北端 叫做交漂经济特区 是一个天然深水港 中缅天然气的起点 在马德岛的下方某地 计划中的中缅铁路的终点 就位于交漂经济特区 中缅铁路现在这个连个影还没见着呢 现在的缅甸军政府根本就不搭理中国这茬 建什么铁路啊 我这还没搞定呢 交漂港 这个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 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 却是因为合同的这种争执 迟迟未能动工 归根结底就是缅甸政局不稳定 当局的政权更迭频繁 没有办法把这项目顺利推进下去 交漂港对中缅两国都有莫大的比意 倘若要是建成以后呢 将为当地的蓬勃发展的经济更上一层楼 对中国来讲的话呢 那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出海口 届时呢 中国的物资无需经过马六甲海峡 可直达大西南盘活西南地区的经济 那是具有重大的画龙点睛的作用的 太重要了 这个港口太重要了啊 这个港口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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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可以放一放 这次习主席在美国有一个表态 说我们我也不知道 美国媒体爆的是真的是假的 说我们几年内没有武统台湾的计划 那24年蓝白配 国民党也可能上台 上台了以后可能就和平统一了 放到那儿他跑不了 但是缅甸这个窗口 2023你看看 现在美国可能是自顾不暇了 是吧 八方齐火 缅甸天语不取 对吧 不像话 如果是走别的地方 什么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也不是太平 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 是吧 也不太平 还得花460多亿投资 你把这460多亿投到缅甸的山林里边 多好啊 是吧 我忽然就想起来了 是吧 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啊 开疆拓图有这么八大帝王 如果没有这八大帝王呢 中国的版图会小很多 中华民兵呢最早的时候就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嘛 开始很小 后来呢 是八大帝王不断的开疆拓图啊 是吧 这个才有了中华如今的辽阔的土地 第一个就是谁啊 显然是秦始皇 这首位完成了华夏大一统的铁腕人物 在公元前230年 公元前221年 先后灭韩赵 魏楚燕齐六国 39岁时就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建立起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强大的国家 秦朝 北极雄奴南征百岳 驻万里长城 第二个就是汉武帝刘彻啊 是攘夷拓图国威威扬啊 东兵朝鲜南屯百岳西征大腕 北破匈奴奠定了汉帝的基本的范围 开创了汉武盛事的局面 第三个呢 隋扬帝杨广啊 隋扬帝杨广被这个历史上污蔑成了一个昏君啊 可是呢 隋扬帝呢 清征土古魂三征高居域 开疆拓图数千里 范围东起青海湖的东岸 西至塔里木盆地 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 南至昆仑山脉啊 隋扬帝这个进一步的拓展了中华的版图 对那个时候在他的治下啊 这个甘肃青海新疆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隋扬帝新与二十七国君主纷纷朝见 隋扬帝的大军向东南疆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 湛婆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 第四个是谁啊 第四个是唐太宗 李顺民 唐太宗呢 攻灭东突厥与薛颜陀 征服高昌 秋辞 土古魂 重创高居立 设立了安息四镇 各民族 被各民族人民尊为天可汗 后来一百多年的盛世 第五个是唐高宗 李治 唐高宗平定末北破百计灭亡高居立 连年用兵西域大破西图诀 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 东起朝鲜半岛西林 咸海 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的恒山 维持了三十二年 第六个就是元太祖了 当然有人说这是蒙古族 但是当时也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元太祖咱就不细说了 还有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命徐达常玉春 在1367年以驱逐葫芦 恢复中华为号召 北伐中原结束了蒙元在中原的统治 丢失400年的燕云十六州被收回 平定西南西北东北等地 最终统一了中国的版图 第八个那就是清朝的了 康熊西了啊 康熊平定了三藩之乱 恶持了沙俄的扩张 签订了中俄泥不属条约 武力平定了割据台湾的正式家族 台湾回归 亲征准二 新疆击败戈尔南 是蒙古 臣服清朝 康熙大帝的版图 就是如今 中国版图的 最终的一个 模板 可惜少了一些 所以 八大帝王 标柄青史 但是呢 仍然会有英雄 人物被出 是吧 看英雄人物 还看今朝 这个机会来了 留书 丹青 标柄 太妙啊 绝好的机会啊 点了宁明 咱们下期再聊